2017年已经过去了一半 多款车型的推出已经逐步令消费者出现了挑花眼的状态 汽车的类型大致就是轿车、SUV、越野等几大类 不同的是它们的外观、制造商、价格 这样的情况下普通消费者很难挑选出适合自己的 尤其是在自主品牌与合资车的挑选 更是让许多消费者难以下决断 近几年来合资的价格也在不少 不断的调整 职位可以在中国汽车销售市场当中占据更多的有利位置 当然对于车子的性能也是在不断的征集当中 唯有品质得到最佳保障 消费者的加投率才会提升 所以合资车在中国汽车市场中占据的份额是相当重要的 各合资品牌均有自己的卖点所在 成功的抓住了部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 例如日系车素来以节油的优点在中国市场当中占据优势 外观也是相当时尚 不过它的安全性能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板金在合资车当中属于最低档的 这也是日系车省油的原因之一 而外观也因为此变得更加多样化 德系车是以质量优而闻名 无论是车内的小配件还是发动机等 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特别适用于中国家庭使用 而该车系的车辆外形不似日系那般多变 大多车款以沉稳大气为主 对于中国的年轻消费者难以产生吸引力 国产车在观看到众多合资车的卖点之后 也选择了取长不短 近几年来也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无论是外观还是性能都有着质的飞跃 国产车在价格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 所以消费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车系选择 在此基础上 再选择车款就要相对简单许多